大家早安 从现场我们带你来关注到这个最新的国际消息 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的第二天 在台湾时间6号晚间 在法国这边和法国总统马克宏举行了中法元首双边会晤 习近平他就指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会晤 可以和马克宏一道传承好历史的接力棒 开启两国关系面向下一个60年的新时代 他还强调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之下 中法坚持独立自主 共同防止新冷战或者是阵营对抗 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乱局下 中法要坚持独立自主 共同防止新冷战或者是阵营对抗 要坚持相互理解 共同促进多彩世界的和谐共处 要坚持高瞻远瞩 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要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反对脱钩锻炼 筑墙设磊 习近平他强调中法之间要反对脱钩锻炼 还有筑墙设磊防止新冷战 在中法的元首会晤之前 习近平和马克宏 还有这个欧盟的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举行了三方会谈 提到的是中国大陆产能过剩的问题 好习近平他是强调说 中国大陆的新能源产业 在开放竞争当中 练就了新本事真本事 强调中欧合作的本质是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也希望欧盟可以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制定积极的对华政策 好当然这回习近平访问欧洲 有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希望可以公平贸易 他在当地时间6号和法国总统马克宏会晤之后呢 双方举行了这个元首会谈之后 那两个人也共同出席中法企业家的委员会 第六次的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 好习近平他就强调了 他在场就跟法国企业来呼吁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在推动扩大市场准弱 要给法国企业更多的市场空间 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 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这将会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 好针对国际之间呢 担心说中国大陆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习近平他是强调这样的状况是不存在的 他也认为说中欧之间的优势应该要互补互利共赢 那双方应该要持续透过对话协商 来处理一些经贸上头的摩擦 要照顾双方合理关切 好其实这一回习近平访问欧洲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马克宏当然希望北京可以发挥影响力 在俄乌战争之间可以在居中斡旋来协调 进一步达成纸战 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就表示说 其实现在全球的局势是不太平的 他也呼吁在今年7月份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期间 全球应该要停火纸战 针对习近平的表态 马克宏现在也特别感谢中国大陆方面 对于巴黎奥运的停火纸战这样的支持 而针对乌克兰危机 习近平他就强调中方一直是积极为恢复和平来发挥作用 而同时间中国大陆也是反对 利用乌克兰的危机来甩锅抹黑第三国煽动新冷战 另外马克宏他也在会谈当中提及台海紧张的局势担忧 他也感谢习近平对于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明确立场 好提到了停火纸战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以哈战士的进展了 现在以色列部队周一已经开始撤离加萨拉法的 十万居民准备要展开进攻之后呢 其实哈马斯现在已经火速 他们宣布要接受停火协议了 哈马斯同意加萨停火的阶段 包括了三阶段的休战 每个阶段会持续42天 目标是要永久停火 这个消息一出让即将可能被攻打的 这些拉法居民非常的振奋上街欢呼 但是乙军的发言人现在还是表示说 尽管有这样的停火协议 但是这个进攻还是势在必行的 更说以色列的军机会在周一的一整天 持续锁定拉法地区的50多个目标 呼吁当地的居民要赶紧撤离 好当然现在以色列方面呢 还要持续进攻拉法 也让中东局势再度升级 因为以色列的国防军在6号就发布声明 要求巴勒斯坦人要撤离加萨南部城市 拉法这个地方 并且有向这个当地的民众空投了十万张传单来警告 而现在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格朗特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通电话的时候 他表示以色列是别无选择的 只能够对拉法来发动进攻 而对此这些流离失所的加萨民众 很难过哭喊说 以色列到底要把他们逼到怎么样 好目前的状况是 以军已经对拉法进行空袭了 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 拉法的天空中窜起了浓烟 但是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个空袭造成的确切死伤的情况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